此人生有龙颜,父母不敢养,有尼姑养大,终成千古一帝。 古往今来,每一位千古一帝的诞生都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征兆,以此来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有的天将祥瑞,有的子气东升,亦或者神龙盘踞等等。 将生所产生的异常无非都是使官们为了神话皇帝是真正的天命所归罢了,并不一定可信。 但是对于容貌的异样却是真真切切的,使官们是无法度赚的。 朱元璋的相貌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额头隆起,凹鼻破唇,颧骨突出,声音如英明,眼神凶狠。 当初刘伯温初见他,就深知朱元璋兼具大凶和大贤之乡,果不其然,日后朱元璋李贤下世创立明朝,随后又屠杀功臣稳固政权。 除了朱元璋以外,秦始皇、刘邦和曹操都相貌其异,也许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丑陋的,但在古代却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今天我们就来说,另外一位同样相貌其异的皇帝,出生时父母不敢抚养,是尼姑将其养大,终于成为千古一帝。 在公元541年6月,西魏十二府兵大将军之一的杨忠发西吕氏在冯义郡下的波热四生下了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据隋书记载,额头凸起,如同五根柱子直插头顶,宛如龙颜一般,要知道龙本身就是帝王象征,杨坚其异的相貌就被人以为是帝王之相。 要知道当时杨忠就已经位高权重,若是被人发现儿子杨坚的帝王之乡,那还不得被奸宁小人抓住把柄,趁机扳倒自己,所以杨坚的父母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带回府邸抚养。 杏德波热四中的一位尼姑看到杨坚的相貌,以其相貌其异,不能在俗世间抚养为由,请求让自己辅之。 就这样,杨坚从小跟随尼姑长大,直到十四年后,杨坚凭借自己父亲杨忠的功绩,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随后又得到周五帝宇文雍的信任,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官制驻国大将军,手握重拳,等待时机。 直到周宣帝并威,杨坚才伪造赵书,辅政周境帝,就这样一步步地铲除异己,招揽大权,最后趁机夺取北周政权。 虽说方法有点不光明磊落,但杨坚开创随朝,统一南北,减少赋税,百费带兴,商业农业都发展起来,一片繁荣景象,因此也有了千古一地的称号。 下部影片预告 中世纪的欧洲有多脏 走在路上能活活恶心死 感谢你的收看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